打网大使板块洞察投资机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来的阿玛看股 现在是美东时间2022年1月18日早 美股盘前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盘前下跌 考验前低 本来呢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呢 是年度五股的最后一个 结果呢 昨天夜盘的时候啊 大盘就开始跌 然后有的网友说了 那呀那个五股现在不着急了 您还是先看看这个大使 大使呢现在不太好啊 明确跟大家说 不太好 但是呢有所收敛 就是从总体而言 现在呢盘前的时候呢 在八点半以后啊 有所收窄 最早先的时候呢 纳斯达克主指曾经一度跌到了将近1.97% 是跌到这个份上 现在呢已经收回到1.5 标普呢是一度已经破1 现在呢是收回到1以内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啊 不容乐观 但是呢大家也先别悲观 为什么说先别悲观呢 我们先看啊 我们先看几个指标 把这个均线我们先给关了啊 先不看这个 我们先看这块纳指 纳指啊 现在呢好像是要测试前低 我们按照小级别来看啊 大家注意 这块 这块已经没有背离了啊 这块已经 这叫下跌同步啊 这不叫背离 这叫下跌同步 就是这块的三浪 大家注意啊 这三浪可能会杀的比较狠 从这开始啊 一浪 这块四个小时 这是第二浪 这现在是第三浪 第三浪这一块 到这儿 大家可以看啊 这个第三浪 是不是 C浪好像比这个A浪 稍微短一点 就算我们把这儿看吧 那它也好像是短一点 短一点 前低这个15 就是股指期货的啊 纳指15152 这块 会不会破 这就是一个值得考验的问题 破一下倒是没有关系 明确跟大家说破一下没有关系 为什么说破一下没有关系 假如啊 他这个C浪是走的 是这样啊 破了 破到这儿了 这样呢 C浪比A浪长 那么我们会看啊 这个DF是不是比这个前面还要高出去很多 因为我们可以看啊 他现在这前面最低点是在-199 现在呢 刚这个-87 那么他往下呢 还有一段空间 哎 我认为呢 如果要是经过两天的下跌 注意啊 我说的是两天的下跌 今天一天 明天一天 两天的下跌 问题不大 如果要是经过今天一天直接纳指 就又像上回的 跌2.5以上 这就不好说了 啊 因为呢 我们要知道这个MACD的计算公式啊 它是长短期平均线的差 如果要是这个差值过大 就是说他下跌的 如果你看啊 我刚才说 如果他分两天 也就是说一天的活 他两天干完 那么他这块呢 相对的就平 你看看这块 大家注意啊 这块如果他当时要收起来的话 这块就比较平 对吧 而这块呢 隔风的这个底背离呢 就比较大 这么着下来啊 如果他分两天走 我们这块即使是下跌 也不用太多的担心 就是说 哎 他他是这样的去跌 这块呢 正好 股价创新低 而MACD的差值 他不创新低 这就是典型的 标准的 4小时的底背离 但是 如果今天 一天要是就跌下来 那就不是底背离了 就跟我刚才跟大家说的 这叫下跌同步 下跌同步的话 一旦破前提 因为如果要是一天跌下来的话 他这个 呃 DF 你看现在是往回收口的样子 对吧 你看这块已经开始走平了 这叫顿化 顿化之后呢 他如果今天他不顿化 他就他这样了啊 一吐舌的往下走了 就是如果他要说开盘之后 咕 一下 特猛烈的往下这么一跌 哎 力度特别大 这种大力度就麻烦了 啊 这种大力度就麻烦了 那就会把这个本身已经形成的大级别的4小时底背离 给破坏了 呃 那么如果4小时底背离破坏了的这日线金叉就见不着了啊 日线金叉见不着 而且呢 我们要注意啊 他前面这个低点 15 1 咱就打15100吧 这块 咱就取整数15100 还好说 可是呢 我们把这个图形啊 放大 放成这个周线啊 我们放成周线 大家就要注意 这块啊 这块是他一个 这块是一个颈线啊 这M头已经形成了 这块是一个复合大M头下来的颈线 就是这个位置 是在14900点 如果他要是说 大家注意啊 这块是吧 这块是一个M头 颈线 确认跌破 是在这啊 确认跌破 就是前面这不是还有一个吗 他要是从这算 你把这个 大家画出来 就是你这块是是一个M头啊 这块你要是看 这是一个头 复合头肩顶的颈线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位置啊 复合头肩顶 它不是一个标准的这个头肩顶 复合头肩顶 把这个 再上去 然后再下来 大家看啊 这块的颈线已经破了 这块的颈线破了呢 理论上啊 理论上这是 本身它就应该是跌出来 这块啊 这块 大家注意啊 这块正好是在前头的这块的地点 对吧 到这儿如果他往回谈 没有事 如果这几天 连这个14 14900到这个14350这个位置啊 这是一个大区间 特别是从这个这块啊 就这块开始 14850吧 14850到14350这个区间如果要是跌破的话 那就坏了啊 这是一个大的复合头肩顶 就你看着你看这块你别把这个M头当成一个M头 你把这两这这一核啊 是吧 这这这变成一大尖了 看见没有 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这块跌起来的可就散了啊 如果要是把这个区间跌破的话 那奔这来了啊 那就百分之那得照着25%到20%到25%这样去休息了 那我们就比较难受啊 现在呢 来看 目前咱们不做这种判断啊 就是说它到底能不能跌破呢 不知道 所以说前低这个位置啊 守不守 现在呢 是一个关键点 如果守住了 那么大家呢 就都踏实点 如果守不住 我们一定要看这块位置啊 看这块位置 就是14500上下300个点 因为这个下跌的级别啊 比较大 我们不可能把区间放在100个点 50个点 那不行啊 因为这个级别的是周线级别的 就是我刚才画的这个复合头肩顶 是周线级别的 那你日线级别 咱可以缩小到100点 150点 你周线级别的话 怎么着得放大一倍 那咱们就300个点 就是14500上下 300个点啊 14那就上面是14800 下边呢 是14200啊 大家可以看 就是在这块 这块呢 呃 如果你要说啊 你这太大了 你缩小到200个点也行 就是这个区 区间 我们把水平线画好了 大家可以看 特别明显的就是以这儿 为中枢啊 就是这块为中枢 或者说你往下一点啊 这块为中枢 上下 去做震荡 因为这块一旦破了 就是周线级别的大脑袋 复合头肩顶 啊 那就比较麻烦了 目前来看啊 还看不到 关键的位置 不是前头的这个14152 对于股指期划 大家注意 我现在说的都是股指期划 因为盘前他没有这个标准的这个指数 不是标普指数啊 就是标准的那个纳斯达克的指数 如果要是破了这块 如果要是破了这块 有可能形成底背离 但是条件是什么 条件是短期之内不能跌破14900 或者是14950 短期之内就比如一天之内你不能跌破14950 就今天不能跌破14950 明天也不能跌破14850 啊就是两天的时间不能跌破这两个关键位 所以如果今天跌破14950了 那么我们刚才说的这个4小时底背离 可能就要完蛋了 因为14950的位置 在一天之内要跌下来的话 它速度比较快 把前提一破 那么会出现一个明显的DIF这样 长口向下 那么惯性的往下要是跌的话 明天再运行 就只要明天不是说突然间什么一个利好 帮一下拔起来了 大概率的就把前头这个低点给破了 前到这低点一破 那就是下跌同步 下跌同步就是一波下跌 又发一波又一波下跌 而且呢关键是这现在量化交易 那帮小机器人 他自己就会给你去不断的卖出 就不好了 所以我们今天关注的点 第一是前提 如果前提守住 说明前提得到确认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位置 那么明天如果能够 这块DIF走平并拐头向上 我们在明天的尾盘就可以进行加仓 至少我们可以守住不减仓 如果前提破了 也现在不是减仓的时候 我们看14950今天是不是会破 如果今天不破 明天破14950的话 那我们还可以再看看14850 不是说我这 你这怎么一天退一步 14850是最后的防守线 如果要是14950不在今天破 而是在明天破 他这个DIF 大家注意啊 我为什么可以让出100个点了 到明天 DIF不会破前期的这个地点 也就是不会形成下跌同步的 MACD的下跌同步 这种下跌同步只要不产生 这个跌幅啊 就有限 如果这个下跌同步要是出来了 那完蛋了 那就惨了 所以说呢 大家呢 不要以为就是说咱们这一退再退 退到大沙河一北去了 改成那南城北战了 是不是 不是啊 不是这样的 咱们不是说是 就是这现在啊 看不出来 然后我们就就现在 你这几个点分布来守 我们今天可以让他走到这啊 然后再走这个头肩底 至于这个头肩底走到哪去 那咱现在不知道 这个头肩底能不能形成 咱们也不知道 关键的位置就是今天不破14950 明天不破14850 这两天守住了 我估计这个DIF 因为到这两天的话消耗 空头的动能 他如果几次没有砸穿咱们刚才所说的周线级别的这个颈线的位置 就这块 两天他都没有砸破 那么我估计呢 通方呢 多少呢 他就得能一个空头归补啊 他就不太敢去往下砸了 那么多方的借机有一个反反弹 那么这个反弹可能就是一个逃命波 但也有可能说是走头肩底往常走 那这块呢 咱们就得到时候再看啊 总而言之 在目前的情况下 如果这波反弹 我觉得我还是先减减仓啊 降低一下仓位 再说 如果你不是像我说的那种年度始股 说是一迟我拿一年啊 我的9月份 他在反弹 我都来得及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你说我就炒波段 那么那会就得减减仓了 今天的这两个位置 非常关键 从总体上来看呢 目前来说啊 纳指呢 把第一个这个上升趋势啊 给破了啊 就是这个上升趋势 大家注意啊 就是股指而言的上升趋势 现在第一个已经给破掉了 我们看啊 这是这是昨天形成的一个上升趋势 就是上周五啊 上周五形成的一个上升趋势 往后可以看 这块已经破坏掉了啊 破了破了露下来 今天能不能拔起来 不知道 那么这块的上升趋势 大家注意现在盘前 这块就形成了一个压力 这块是破坏掉了 但是大级别的 大级别的这块的上升趋势 是不是破了呢 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 我说如果要是把前期的地点守住 那个守不住 往下走 虽然不用害怕的话 但是呢 整个这个上升趋势呢 就不太好看 现在呢 我们就关键的盯住 我刚才说的这两个点位 如果要是出现了今天短期的下跌 破了我刚才的位 那么我们真的就该之锁就该之锁了啊 可能没有什么规旋余地 如果不是的话 我们还可以继续拿着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您订阅 点赞加转发 我们明天年度五谷 最后一支 再见